日前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 就跨境口岸合作 嫌犯弃保潜逃等多个热点问题介绍最新情况 12月10日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深圳湾口岸货运24小时通关正式起路 李家超表示半个多月来口岸的货运保持顺畅 在10号这获检24小时通关之后呢 其实很顺畅 我们在深圳湾的货运每天大概就一般来讲是六到七千货迁 在我们连堂县以为第一天到今天是翻了六倍 货运方面你看到我们跟深圳市政府已经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以东西两亿做一个货运的主流 就是东进东出西进西出 其他的中间的我们的专业发展成为一个旅客交流交通的一个服务 据悉此前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运作的陆路口岸 口岸于30年前兴建设施已老化 近日深圳市政府决定于三至四年内在原址重建黄港口岸 李家超指出 未来特区政府计划在新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 在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大楼同时设立内地和港方口岸区 通过设置传统柜台面容识别等多种可供选择的过关方式 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便利往来两地人员 第一我们既有传统的又过关方法 这个柜台的也有寄住通道的过关方法 还希望想什么可以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 在加进业新科技让可以大量的旅客不是一个一个的过关 于是在大家都选择下可以一批一批地过 例如我们有一个卸贫的系统 面容识别这些方法 但是最重要就是第一符合两地的法律 另外就是要老百姓有个选择的自由 12月初乱港分子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 涉嫌欺骗法庭弃保潜逃 据统计近月有约20名涉及修理风波 或者提倡港独的疑犯离开香港 李家超指出 弃保潜逃本身就是一个罪行 特区政府将针对部分被捕人士再做风险评估 以增加保释条款等措施 避免再有弃保潜逃事件发生 首先如果我们不同意法院去批准某一个被告人保序的话 我们可以立即去向述 第二点我们会把被告人 他的潜逃风险全面向法官披露 这个包括他拥有的一些资源基金能力 特别是外国的联系 如果法官真的批 也要要求法庭定下很严格的一些条件 包括呢 消禁令 而且要到警署 去每天要报到 报到多少次等等 李家超表示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 香港社会处于油乱象制的关键时期 未来保安局将从多个领域和层面 持续维护香港社会的和平与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给孩子们 记得